妙龄女子下班 男子尾随抢劫 这名男子追着境界 就是尾随进去 进了停车场 然后让我别说话 说说话弄住我的 孩子托管学习 出门接手逆门 女子爬山失联 民警紧急救援 北京时间周52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法制进行时 欢迎您收看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 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子 先后走进了一家酒店的停车场 没过几分钟 女子就急匆匆的跑了出来 并且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三环外的育民中路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 林小姐下班走到我身后的位置 当时事发时 她就在边打电话边走着 她没有意识到 在那个时候 她身后有一名男子正在尾随 在这儿 嫌疑人对她实施了抢劫 那天晚上夜里大概两点多钟了 我下夜到准备回家呢 真的怎么也没想到 她竟然看着我进了停车场 2016年4月22日凌晨2点36分 事主林小姐下班经过 北三环附近的一家酒店停车场时 一个黑眼匆匆地跟了上去 事主一个人进入这个停车场 十几秒后这名男子出现 这名男子追着进去 就是尾随进去进了停车场 十分钟后 林小姐从停车场跑了出来 此时犯罪嫌疑人 已经从另一侧跳墙逃跑了 这女的出来之后 应该在这儿去追这男的了 但这男的当时已经跑了 您好 喂 我那家的被人打结了 那男的你怎么回事 这一迷目 昨天冷静点跟我说话 然后咱们联系你 那一迷目 然后那母亲当时接了一个电话 说那句 然后没什么灯 挺黑的 然后就过来一个人 然后那我别说话 固住我的 对了 走一个枪走了 像这两个案件 多半发生在深夜 而且是激情犯罪 没有突出的矛盾点 被写人人群不确定 深夜行人较少 增大了侦察员侦破 这种案件的难度 因为案发在凌晨两点多 路上行人寥寥 侦察员在周边走访 没有找到目击者 只能按照嫌疑人逃跑的方向 调取沿途监控探头的录像 视频追踪 这是他抢救完了之后 对 抢救完了 逃逸现场 这就是嫌疑人 嫌疑人快步 逃逸现场 然后这是嫌疑人 嫌疑人的影像很小 您看这是嫌疑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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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see I'm friends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李某经过林小姐便认 李某正是当天晚上 抢走他手机的男子 掌握了李某的身份后 侦察员对李某的所作所为 有些不解 从我们外围了解 这个嫌人的家庭 桥店比较不错 妻子跟父母都有正式的工作 所以我们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抢这个手机 2016年4月28日 晚上8点 西城刑侦支队重案队的侦察员 来到了安珍西里小区 李某的车就停在楼下 李某应该在家 那是仨 那是那车 看到吗 就背着这个 你在车里先等会儿 那个谁 反正下车得走不了 对吧 到车上 那忙了之后咱俩先上他们家楼 走点磨呀 几分钟后 李某出现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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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的 别动 我女的 我女的 我女的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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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下赶紧下 上 上 上 这儿咱们没有 上 上 咱们都 上 咱们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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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察员当场将李某抓获 李某说 抢来的手机 他锁在了单位的办公室里 是这儿进去吗 在哪 右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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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着 通知保护处的吧 打电话 这里就可以转过来 开门 李某 今年三十岁 本地人 是一家公司的职员 见到李某被民警带到了单位 他单位的领导 有些没法相信 他在您这儿是干什么的 这儿 一般科学 科学院是吧 成这儿怎么样 也没表现出什么的 就是有时候 正常上下班 挺好的 嗯 这边啥就 就是看着这个意外的 意外啊 好 这也是咱们科学院的 那两个车车拒捕 然后咱们分离抓捕捕捕捕造成的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哪里表那么多啊 这有什么 东西在哪里 再抽点 哪抽点 自己说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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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哪个 这谁的手机啊 这就 哪个手机 说 这这天晚上的手机是吗 你从那儿怎么拿的 抢不快 李某说 他这前三十年可谓是很顺利 生来家境殷实 婚后 妻子也有份不错的工作 他们的女儿也已经两岁了 他觉得 抢劫是为了寻求刺激 这这边你抓的 这边 为什么呀 别打了 就抢 抢 抢 把女孩手机抢老了 嗯 在家附近 就是说 本身是想走走 因为就是上楼 我要是上楼出事 会影响家里人休息 嗯 然后 就看见女孩 然后 也不知道 东西怎么想的 然后我就过去 我现在就在事发的 育民中路 那么这条路呢 是北三环的安华桥 和北四环之间 是一条东西向的路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两点 也是事发 当晚也是这个时间 那么由于在这条街上 有一些酒吧和夜总会 所以这个时间 经常是工作人员下班的时间 会有一些单身独自行走的女孩 给犯罪嫌疑人课程机会 在我左手边 就是当时事发的这个停车场 嫌疑人就是在那里 对林小姐实施抢劫的 那儿虽然设置了一个港庭 但是由于在凌晨两点港庭的保安 已经睡着了 他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和喊声 有动静吗 我跟他热 我能听见吗 我也不听见 我也不吵那个心 此时的李某满心悔恨 事到如今 他没法和父母交代 更没法和自己交代 这两天都过得怎么样啊 不擦着 就是我特别后悔 这后悔你也没自首天 我还是抱着交信心 我今儿跟你两边身份了 为什么还这样 就是是因为这样 去年我和一个人 发生过一次冲突 然后呢 那个人后来说 说你走着瞧 然后今天我下楼以后 我看见就是 咱们几个全是年轻小伙子 我以为是他过来的 你们说是警察 我确实听到了 但是往后说 这支证件你看 我实际上 其实因为太黑 我真的看不见 日前李某因涉嫌抢劫 已被西藤警方 刑事拘留 一间出行的女性 最好结伴而行 或者是让家人出门迎接 如果条件达不到的话 也要走有路灯的地方 尽量避免走这些 有黑暗偏僻的小路 最近两天 我们一直在关注着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白云路校区操场 一味的消息 昨天中国环保监测总站 对学校室内的空气进行了采样 我们也会及时关注检测的结果 下面这件事 同样与孩子的安全有关 6月3号 一位观众打来电话 说一名孩子在上托管班的时候 出去上厕所 结果再也没回来 晚上我们接到热心观众的来电 称在大兴区青云店附近 一名小女孩在拖晚班 拖晚期间上厕所溺亡 接到消息后呢 我们也来到这里 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昨天这边的那自己小孩 那事您了解吗 那我瞅人了 瞅人了是吗 我瞅人弄出来了 当时大概一什么情况 什么时候发生那事 那小孩也得六几 六几半斤的那时候过去了 我今时候刚出 我打电话这孩子是哪 是上拖晚班的什么的 哪个拖晚班您知道吗 这马路啊 上直走 北边 北边这就有一拖晚班 在我身后呢 就是贝尼斯小女孩 平时所上的这个拖晚班 据了解呢 这个小女孩呢 是在拖晚班的对面 也就是青云店中心第一小学 在这里呢 上小学一年级 平时呢 她每天放学了 都会来到这个拖晚班上课 等待她妈妈接她回家 就在六月三号呢 事发当天 这个小女孩也像往常一样 来到这个拖晚班上课 但是就在上洗手间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当天 在学资问教育拖晚班旁边的胡同里 记者找到了六岁小女孩 溺亡时的公共卫生间 这一路上 行人非常稀少 据了解 六月三日下午五点左右 小女孩就是从拖晚班离开 去了这个卫生间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我身后呢 就是六月三日 这个小女孩溺死时所在的洗手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洗手间的大门呢 已经紧锁了 据了解呢 当天这个小女孩呢 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这个洗手间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晚上六点钟左右 这名孩子的母亲呢 来接她放学时 才发现这名孩子 仍然在洗手间当中 现在呢 我们来透过洗手间的窗户 来看一看里面的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洗手间地上呢 还有许多的排泄物在外面 据了解 小女孩的母亲 发现这名小女孩的时候呢 这小女孩的脚 还露在这个台阶的外面 而小女孩的整个上半身呢 已经扎入到这个花粉池当中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排泄池的这个开口呢 长大约有一米左右 宽大概是三十厘米 完全能够融下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但是小女孩呢 从自己上厕所 到被发现 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不得而知 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六岁小女孩 一直没有被发现 而被发现时 又是以头朝下的姿势 坠入便吃 这让人觉得非常蹊跷 那么小女孩 为什么会遭遇意外 这至今仍是个谜 而托管班的老师 明知小女孩去卫生间 一个小时没回来 为什么不去寻找 这个问题 更应该值得深思 随后 根据学思问教育托管班 门口公布的联系人电话 记者拨通了对方的手机 喂 您好 您这儿是那个 学思问教育吗 对 您好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昨天您那儿 好像逆死一个小女孩 是吗 您这哪位啊 我们是北京站台的 据记者了解 在青云店第一中心 小学附近 有三四家托管班 这些托管班 除了照顾孩子 还经营小饭桌 另外还教他们 英语美术等课程 对于没时间接送孩子的家长来说 这无疑是件好事 但托管班 在管理中 也存在各种问题 而这起六岁女孩逆亡事件 只是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 以最极端的方式 让这些问题浮出水面 太可惜 说白了的话 你要想开这个 比你的合法少 而且监管 监管你比到位 果然 记者登陆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 并没有查到 学思问教育的任何信息 刚刚呢 我们在派出所门口呢 也见到了小女孩的父母 但是小女孩的父母 现在情绪呢 非常激动 针对此事呢 他们并不愿意接受采访 但是呢 他们现在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我们呢 也将等待进步的处理结果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提醒各位家长 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孩子的安全 尤其是我们经常说的 像游野泳爬野山 都是极易引发危险的 2016年5月23日上午 家住潮阳区九仙桥的曹先生 拨打110报警 说女儿今年28岁了 5月20日上午 独自一个人 去昌平岩寿 湖门村附近上山游玩 一直就没回来 当时市主提供的限度比较少 说是在我们辖区走失了 然后咱们就经过大量工作 调取周边的监控 然后一点点的追 时间跨度比较大 对调取工作也比较困难 接到不景后 昌平公安分区 严寿派出所的民警 立刻展开调查 昌平到严寿镇湖门村 只有31路一趟公交车 民警立刻赶往湖门村 调取了5月20号上午的监控录像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查找 民警发现了曹小姐的身影 这个是咱们辖区唯一的 一趟公交车 一会下车的有一个人 就是曹某的女儿 当时她一个人正准备 往村里边搞 穿着一个紫色上衣 戴一个草帽 当时她答案就是 特别像一个登山远渡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通过 池松源走失的方向 我们判断 她是向我们辖区的 叫大安山沟里面走去了 确定曹小姐 是从湖门村上的大安山 民警立刻组织当地村民 一起上山寻找 严寿镇湖门村 被群山包围 风景秀美 是未开发的野山 曹小姐已经上山两天了 一旦摔伤 后果不堪设想 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矿山 现在已经停了很多年了 现在基本都是水石 他们当地人说 像野猪啊这种东西 还是比较多的 一般他们都不进 而且那个山里边 歇号非常弱 十有十无的 最近有看见过我吗 看不见 看见过这人了 没看见过 没注意是吧 没有 大安山曾经是个矿山 山上人际罕至 道路崎岖 再加上灌木丛生 给查找工作 带来极大的能力 一个是注意发现 这个失踪人 再一个呢 看看这些草壳里 有没有丢弃的物品 从中找一些线索 大概是走到 将近半山的时候 在一个那个大阳树 底下一个树坑里 发现了咱们的失踪人 当时呢 她已经就是昏迷状态 给你两面鱼鱼啊 看啊 没人没有 不敢 发现曹小姐的地方 距离大山脚下 约四五百米 经过医护人员检查 曹小姐身上 没有明显外伤 但已经神志不清 发现曹某 躺在一个树坑里面 然后浑身都是土 蓬头垢面 脸色 呈青紫色 在她包里面 发现了 她当时带的水跟食物 食物跟水都没有动 把单价往上拽 拽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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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衣服摘到哪里 皮肤得勒得紧点 大皮疯了 对 来来来 吃吃点 好 吃吃点 这都是跟这笼 咱们下的时候慢点 慢点慢点啊 慢点慢点啊 慢点慢点 小心点滑了 不是碎石 民警和急救人员 立刻用担架 向曹小姐抬下山 你千万坚持住啊 还你的这些大哥哥 比你还难受呢 现在 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下来调整一下 不是 垫了一下 能破了是吧 没事没事 怕在下山过程中啊 磕了她碰了她 昏迷人呢 在这个单价上 因为她是下山 所以呢 导致她这个身体一直下滑 为了防止她那个滑落呢 咱们这个同志呢 一直是拿这个后腰啊 顶着这个这个咱们救助人的这个腿 最后呢 把咱们这个辅警啊 这个民警的手啊 都踩破了 但是呢 一直同志们都没有撒手 你要换一人 我去站上前面去 你看我去站上前面去 你看我去站上前面去 经过三十分钟的艰难跋涉 救援人员将曹小姐抬下山 并送往医院救治 经过了解 曹小姐本身就有身体疾病 下山的时候突然发作 摔倒在山沟里 无法下山 幸亏民警和当地的村民及时赶到 才没有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看一看我们周边的环境 石头呢都是比较松动的 植被呢比较高 这个山区呢 像这种山呢 都是山倒山 山连山 当地这个野猪啊受保护 爬山过程中呢 还会可能遇到这种危险 所以在此呢 劝大家咱们旅游的过程中呢 这个尽量不要往咱们这种 没有道路的深山里头去 以免呢发生意外 接下来我们请北京市公安局 勤务指挥部的民警 为我们介绍过去24小时 全市发生的主要景情 来看今天的北京110 勤务指挥部 立即部署淮肉分局 龙山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将嫌疑人控制 经过了解 当天凌晨 报警人外出打电话 发现有人钻进了自己 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内 立即呼喊邻居 一起将嫌疑人控制在车内 并报警求助 经过民警训问 嫌疑人承认其采用 拉车门的方式 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警方提示大家 车辆不是保险箱 不要将贵重物品 存放在车内 停车时 最好选择正规的停车场 避免您的财产遭受损失 你好10135 您和楼道里有个电脚 有着火了 现在灭了吗 没有 没感动 勤务指挥部 立即部署 东城分局 用外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并通知了消防部门 经过了解 起火的是居民楼 四层楼道的电表箱 由于烟雾较大 民警配合消防队员 将楼内居民进行了疏散 10分钟后 明火被扑灭 没有造成其他的损失 经过消防部门确认 由于电表内 电线短路 才引发火灾 目前民警已经联系了供电部门 对电表进行更换维修 警方提醒相关部门 要及时维修类似老旧的电箱电表 排除安全隐患 市民朋友也不要随意在楼道内堆放杂物 避免引发更严重的事故 您现在看到的都是由于家长疏忽大意 让儿童直接坐在副驾驶座位 或者儿童坐在后座时 没有打开儿童安全锁 也没有让儿童乘坐安全座椅 行车途中 儿童从车内打开车门 极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警方提醒家长朋友 驾车带儿童出行应该打开儿童锁 并锁定自动车窗 避免儿童触动 同时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 保障儿童出行安全 12点24分 法治进行时正在为您直播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近期发生在沿海赛罗城小区的火灾 一起进入今天的平安119 2016年5月30日 晚上6点左右 朝阳区沿海赛罗城小区 221号楼内冒出滚滚烟 消防队员到场后 立刻疏散楼内居民 现在我们都疏散 都跑出来了 消防员做得真快 我修了了这好多烟 农烟从我们那个地下 地下灌上来了 有的会员穿着泳衣 有的会员就当玄套 身上都是湿的 穿上衣服就出来了 此时 四会消防中队的指导员富裕发现 大量农烟是从221号楼一层的一家健身房冒出来 他迅速组织队员进行排烟 那一群人家 你叫我们往里做的还是往里排烟 那个大破管子 与此同时 已知侦查小组进入健身房查找齐火点 可是消防队员在健身房内没有发现灵火 那么烟是从哪儿没的呢 这家健身房分为地上和地下共两层 地下一层的后门对着楼梯间 通风管道和地下二层相通 我们从四个方向进去 也是保证没有盲区 能够从不同的方向去寻找 总有一组能够先找到火点 消防队员分成四组 分头公路地下二层 地下二层的面积有上百平方米 浓烟滚滚 其中有一组就是从这边过来的 它这个通风管道 包括这个设备管道 压得特别低 我们的战士还要背着空气呼吸器 弯着腰从底下要爬过来 其实是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而且包括里边有浓烟密布什么都看不见 消防队员无法识别方向 只能通过热敏成像仪的图像 在黑暗中查找起火点 起火的是堆放在地下二层 一个角落里的杂物 消防队员用了五分钟 将火扑灭 这边就是车祸 我们的车都存在那 如果车要爆炸了 那这个事故就很大 发生这个事 我们所有员工两天一夜吧 夹起来就睡了六七个小时 所有的地板都被泡了 现在所有的地板都清下来了 再重新做防水 再铺地板 大概共七个月 严重影响会员作炼 火灾发生后 沿海塞洛城的居民人心惶惶 因为就在两个月前的3月26日 小区305号楼下的地下车库 发生过一次火灾 起火的是地下车库内 一间存放设备和杂物的机房 当时住在地下车库的孙先生夫妇 和他们不满一顺的女儿被困 所幸消防队员及时救援 三个人才死里逃生 短短两个月内 小区就发生两起地下空间的火灾 那么这一次火又是怎么着起来的呢 就这儿 就这儿 在这楼梯那儿全都是 这也都是杂物 这底子怎么对的 左前方那儿 那是整火那队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 这个地方是最初的起火位置 那么在大概10平米左右的空间内呢 这个里面堆放了大量的可燃杂物 包括里面有椅子 有沙发 有床垫 还有木制的这样的装修材料等等 其实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下二层啊 它整个的一个面积大概有100多平方米 并不是很大 如果说有烟气的话 在这个里面是非常积聚难散的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地下空间内发现 其实整个地下空间呢 一共有两个疏散的出口 那么这两个出口呢 一个是通往居民楼 一个是通往健身房 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人员非常密集的场所 所以说如果我现在所在这个空间内 存放了大量的户 那么一旦起火之后的话 就很容易会威胁到居民楼和健身房里面 这个居民的生命安全 硬派是洗澡的那个放的那个东西 他这会儿他不应该租出去 他倒是贴那啥就是我们租出去 你的东西都可以堆在这会儿 目前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本周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共受理各类火灾隐患 举报投诉402件 其中居民住宅类隐患145件 占隐患总数的36.07% 按隐患类别划分 堵塞消防车通道隐患167件 堵塞安全疏散通道类隐患115件 消防器材设施和指示标志类隐患41件 固定消防设施损坏类隐患32件 很明显堵塞应急通道 疏散通道 和消防设施损坏的举报最多 这些隐患的问题也最严重 直接影响火灾的扑救 明火一旦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 会威胁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天垃圾它们那个烟头 有时就有一盐这些东西进来找 楼道里面的消火虫好不好使用 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 真的要着火的话 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人家多久麻烦 人家包括使用电了 火灼了 这些东西都可以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21号楼里面 找到一个小火栓 我们可以看这个小火栓里面 它是没有水袋的 因为没有水袋的情况下呢 就等于说如果发生火灾的话 这个小火栓是无法正常使用 这个是一个出水的繁忙 我们也是一点点一下试一下 看它这有没有水 好像就是一直在出气 它 关上吧 我看好像不出水 然后你再看一下 这个小火栓下方的这有点 有没有气 我们看一下这个变火器 是不是合格 都是这个2016年1月进行维修的 从日期上是合格的 让我们看一下它的压力值 这个指针在绿区也是合格的 这个指针呢 只叫黄色区 变火器里面的这个压力值过高了 这个应该也是不符合正常的一个要求 看到锅 这里面等一点没有水带 这里面等一点没有水带 大家可以看在这个通道的这个门口 或者这呢 这个门口就摆放着这个一些这个好像是床这样的杂物 我们再往里看看 包括这边这个通道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应该是什么床板 它的这个结构都是木质的 大家可以跟我来这边看 包括这个门口 这个地方有一个床垫子 现在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这种木质的装修材料 应该是这个老百姓平常日常家里用的这些东西 暂时的存放在楼道里面 但是这些呢 其实都是很明显的一些动态的消防隐患 一方面如果出现火源的话 很容易将这些杂物引燃 另一方面呢 他们在树散通道内呢 也会阻碍这个居民的逃生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楼梯间的这个窗口的位置 可以发现这么一个瓶子 这里面装的这个满满的 大概得有几十个这样的烟头 我们看这个数量也应该能够知道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级累下来的了 在这个13层的这个楼梯口窗口的这个位置 没有发现一个里面成满的烟头盒子 那么跟刚才我们在楼下看到那个里面 用这个香油泡着这个烟头的这种方法相比 盒子里面直接装烟头的这种方式 更直观的给我们展现了这种火灾的隐患 如果说这个烟头处理不当的话 没有及时的心灵或者说还留有火星 那么一旦这个楼道内有这种堆砌的杂物 就很容易将这些可人的杂物引燃离发火灾 咱们这个门正常来说应该是一个长臂式的防火门 这个门应该是在日常的状态下应该是保持关闭吧 然后如果要是咱们发生火灾事故的情况 咱们这个楼梯间是封闭状态的 里面的烟不能出来 保证人员在楼梯间能够正常的疏散逃生 您像这个冰箱还有这几个柜子 花盆占用了咱们的疏散通道 把这些占用疏散通道的物品要赶紧的及时的清除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火灾隐患一定要杜绝 违法开车上路那更是要被严惩 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跟随交警夜查的情况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很多人都喜欢外出活动 酒驾现象又开始抬头 为了保证道路交通安全 交管部门也不断加大整治力 2016年6月3号晚上10点 丰台交通支队大公门大队的民警 在南四环主路设抢盘查 这时候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传抢 民警立刻将它拦了下 这名司机姓李经过检测他并没有喝酒 至于说到为什么闯抢 李某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 民警觉得李某有点作贼心虚 于是便对面包车进行检查 李某刚拉开车门不到三秒钟 就赶紧关上了 生怕别人看到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啊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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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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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素啊 这是油香啊 有毒素啊 有毒啊 差多尿素 柴油差多尿素 柴油差多尿素 如果真像李某说的这是尿素 他又何必这么紧张呢 虽然李某一再狡辩 但车里这股刺鼻的柴油味 却早已揭穿他心底里的小秘密 就在民警对他调查取证的时候 一辆宝马车突然冲了过来 哎断车断车 断车 断车 快快快快 快快 挺热的呀 你快你快 我开酒你别吓我出啦 啊不你带点放在哪 你别吓我出啦 明知自己喝酒还开车上路 被拦下来之后 司机张某不停地给民警捉衣 随后他跟李某一起被带回了大红门交通大队 像李某这样私自把小客车改装成货车 没有任何手续还拉着一大桶柴油满街跑 这面包车远远就是一颗移动的定时炸弹 如果在路上发生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李某用客车违反规定在里面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2条的规定 它将被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另外为了搞清柴油的来源 民警已将李某移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 就在李某做笔录的同时 张某也通过酒精检测 他的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9毫克 属于饮酒驾车 因为饮酒驾车张某被处以罚款1800元 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 有这么一位老人 每天一大早就要赶到市里的一家公司 坐车单程要三个多小时 老人如此周车劳顿 其实并不是到这家公司里去上班的 我家住顺义 我去三个半小时 回来三个半小时 这么老人的天身体能受不了 受不了也得受啊 谁让我上当了呢 这位老人姓王 今年68岁 6月2号 他来到北京创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这已经是他顶着炎炎烈日 连续第12天来这里维权呢 虽然公司还没有关门 但空荡荡的办公环境 和唯一在这留守的工作人员 让王老先生觉得 自己投资的十万元 恐怕就此石沉大海 我希望我也不要你的力了 你把本金还我 还九万二还给我 我十万个钱吧 对吧 而就在两个月前 王老先生第一次来到这个办公地里 当时业务员向他推荐了投资项目 让老人觉得这家公司很有实力 对这个项目也充满了前景 更重要的是 他只要拿出十万元投资半年 公司按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来计算 王老先生每个月就能挣两千块钱 王老先生告诉记者 他干了一辈子店里工作 对业务员介绍的项目很感兴趣 所以就参加了谢导会议 那天会场上坐满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王老先生粗略的估算 至少有近千人 这是一个五百万的一个大订单 让那个就入股 然后给一个奖励政策 五万块钱按四万六收 半年你们收益率 五万块钱可以拿到一万块钱的利息 这样就交了四万六 你将来可以得到六万块钱的收益 对于参加会议的老人来说 诱惑还远远不止这些 这些工作是大家担心的 唯一的老人 这些工作是在第二年 这些工作是最大的 是人家的工作 但是有一个担心 你们得先给我们签合同 先把钱打到我们这个账户上 这个十万块钱是我老伴的钱 我是带老伴签的合同 像我三笔才投了十万 家里很浓富 我们两个一人五万 我这五万是绝对 我就五万 2016年5月 老人们兴高采烈的踏上了红色之旅 可是在余都县参观 金泰电子有限公司后 他们却多少有些失望了 基本上呢 是一个生产那个荧光灯的 那么一个做坊式的一个小 规模不大的一个工厂 LED的发光二级管的灯 和太阳灯光伏的那个灯 我都没见着 反而收到了业务员发来的短信 您好 由于公司业务开展需要 为节省开支 我已经被公司解雇 现相关业务 由总公司全权接手 如有疑问 请与总公司联系 一清理短信我干了 坏了 总出事了 经过初步统计 这起投资事件 涉及到一百多人 总金额大约七百多万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注意到 老人们和公司签订的 其实并不是投资协议 而是借款合同 要不是记者提醒 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发现 创光贸易公司 就在长区现代城 5月20日 当老人们再次来到这里时 发现公司的员工 已经全部撤走 唯一留守的是 从江西派来的工作人员 我们一周出来一件事 被公安机关扣起来了 被公安机关扣起来了 应该也是一种 融资的问题 融资的问题 主要是他合作那个人 是骗了他 是那个假收财的 现在公安机就说 只要把那个人 拼快找到的话 他也拼快能处 我们就现在就 关心我们的资金的安全 我们具体 到时候为了搞一个具体方案 大家同意的话 会搞一个协议 大家签一个字 我们这边也会签字 这样的 对于董事长 一根发被捕的消息 以及公司 为什么不能按时 还款复息的原因 老人们根本无从求证 也没有人向他们 承诺确切的还款日期 现在他们能做的 就是每天来公司 漫长的等待 究竟怎么一个 定下来的决议没有 说怎么解决的事 采访当天 记者看到 这些维权的老人 都已经年过花甲 他们最小的61岁 最大的79岁 老人们告诉记者 他们平时生活简朴 精打细算 至于为什么会把 这么多养老钱 借给一家不熟悉的公司 他们给出的答案 也各不相同 这么那一丑 这就是诱惑吧 还是贪 这就是贪 我一分钱我也没拿着 就等于我在外头 给创官借了五万块钱 很多单位 对于员工迟到这事 都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下面我们要说的 这家公司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让员工做俯卧撑 按说这也是一种方法 可没想到 结果引发了一起伤害案 2016年3月18日 晚上9点钟 在通州区张家湾镇 一栋公寓的走廊里 两名男子纠缠在一起 监控显示 一名男子一手拿着棍子 一手挥舞着一把菜刀 十几分钟后 拿刀的男子撒脱就跑 另外一名男子 则摇摇晃晃地 走进了屋里 陈建权 今年25岁 他就是那名 手持菜刀的男子 当天 他将自己的领导 葛先生砍伤 先拿棍子 打 就头当时都蒙了 蒙完之后 来一刀 2016年6月1日 陈建权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押上了 通州区人民法院的 刑事审判庭 两年前 陈建权来到北京 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 葛先生 是他的主管领导 当天早 我迟到了两个钟 我主动坐完十个 俯卧车 又让我坐十个 我没理他 我就说 小泉你迟到了 你看看 你带来 你领的一个哥们 他都早早的来了 我说你做几个 我说你做几个 你做几个 我说你做几个 我说你做几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该守着这么的人说 我应该跟司长一起吃过泡面 一起喝过那么那个口碑 俩人感情不错 我会跟他说他不会出这事 截止到记者发稿时 此案仍在审理中 2点52分 法治进行时继续为您直播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全国各地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法治世界 2016年6月2号 上午9点左右 在广西河池东兰陵园街 一名男子驾驶交车 在居民区里疯狂冲撞行人和其他的车辆 民警赶到现场后 立刻鸣枪示警 在鸣枪示警无效后 果断开枪击中男子手臂 并将其制服 当时 这名男子驾驶一辆白色小轿车 在街道里横冲直创 道路两旁是被撞坏的摩托车和电动车 现场一片狼藉 据知情人说 男子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是因为他和妻子闹了矛盾 情绪突然失控了 接到报警后 何池市公安局东院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民警命令男子停车 但他不但不停劝阻 反而继续横冲直撞 为了防止更大的伤害案件发生 民警鸣枪示警无效后 果断开枪 击中男子手臂将其制服 随后 东南县公安局发布通报说 嫌疑男子姓维 现年39岁 家住何池市金城江区广场社区 目前已被送往县人民医院救治 无生命危险 这起事件造成一名群众受伤 以及街道周边的几个摊位 和十多辆摩托车不同程度损坏 受伤的群众已被送往县人民医院救治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跨界阁王王者无界 每周六九点零八分锁定北京卫视 观看跨界阁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通讯时间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